2021年度法治人物沈云儒 让群众过上有身份的生活 行程十余万公里 魏辖区35名无户口人员 成功办理落户手续 踏遍千山万水 只为群众过上有身份的生活 这是多年来沈云儒人民至上的法治追求 12月4日是国家宪法日 当日2021年度法治人物揭晓 17年军女生涯 几次徘徊在生死边缘的经历 铸就了沈云儒热心又坚毅的性格 2000年9月 沈云儒从部队转业 脱下军装换上警服 一头扎进了社区警务工作 曾经72小时夜以继日 为期寻老人找到身份的点点滴滴 沈云儒含莉莉在目 异乡的小镇上 因为找不到旅店 沈云儒就在一家寿财铺楼上 凑合过了一夜 但她说那一晚睡得格外踏实 因为老人的事情终于要办成了 清晨七点 在长兴县红星桥镇西南村的路口 总能看见一个穿着红马甲劝导的身影 这是徐姐 在沈云儒的帮助下 她解开了28年的户口心结 助人的力量也是动人的 今年7月1日 沈云儒的亲人王大爷迎来了特殊的生日 75岁的王大爷流浪50多年 服务队花了4个月时间 终于让她找回身份 顺利住进福利院 每月还能拿到1500元补助 事实上 解决户口问题 只是开启这些人缘心人生的一个起点 通过帮困 扶制 扶制等途径 帮助他们脱困致富 才是我们的根本动力 服务队开展的云儒圆梦春蚕助学 助老扶蚕等志愿服务活动 为这些特殊人员实现的就学 就医 就业 回乡 办证等不同心愿 以兼后帮扶152个家庭 增收60余万元 长文 还会 不容易 患